最近在慰问美军的感恩节电话会议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将抨击的矛头 对准了电磁弹射系统 不料却被里根号航母舰长对了回去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打电话给里根号航母舰长 帕特里克·汉尼芬上校时询问 蒸汽弹射无疑是非常可靠 而电磁弹射器 你的智商得堪比爱因斯坦才能使它正常工作 你怎么看 汉尼芬巧妙地回答说 只有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 才能运转航母上的核动力反应堆 但我们却一样做得很好 汉尼芬表示 如果可以做出选择 她将会选择特朗普不看好的电磁弹射器 特朗普只能尴尬回应 很高兴听到这个答案 至少海军官兵坚持自己的看法 江苏苏州的网友达瓦里希提问 特朗普本想挖苦电磁弹射器 但没想到被本国海军舰长怼了一下 特朗普为什么这么不代价电磁弹射器呢 电磁弹射技术 特别是航母这个电磁弹射器呢 对美国人来说是花了大价钱发展出来的技术 而且是花了大价钱装备的福特级航母上 但是现在看来呢 应用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故障率很高 维护保养的费用也很高 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对电磁弹射技术会有种种的吐槽